云林湖山水库风景优美 湖面风平浪静 如今却因为台积电落脚嘉义 每日需增加3.6万公吨半导体用水 水利署计划从湖山水库来支援 让云林和嘉义隔空互杠暗潮汹涌 云林县什么都不缺了 不缺水不缺电 我们只缺中央关爱的眼神 大概300公顷以内台积电的基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也不会用到湖山水库的水 不会跟民生用水来抢水 避免企业常常要迁地 或是要转移其他的阵地 这个南水北调或是北水南调 所以就看得出来 整个水资源的调波 是整个中央基于民生及产业的发展 做总体性的调波 所以我认为整个水资源的问题 不应该停留在县市之间的思维 过去云林积极向台积电招手没成功 现在反右云林支援水源 引发云林人反弹 县长张立善更质疑 这是在挖东墙 补西墙占云林便宜 在县县长翁张良也不甘示弱 回击水资源应是全台共享资源 民生及产业发展 更不甘因地方思维而受阻 不仅是台积电会有这个再生水场 那嘉义县也会有增加这个再生水的 这样的一个水场 短期会有调度的问题 那不过调度也是比如说嘉义的优先使用 那湖山水库有余裕的时候来供应等等 经济部长王美花赶紧出面灭火 强调长期会增加再生水场 并紧盯水情变化 不会为此排挤民生农业用水 全力平息这场云家墙水大战 新闻综合报导